O.O.O 現在入港 這一条溪做得不錯 大家好 我是熱霸嘉興 端午節來入港 本想看华人桌 結果被綠色水道所吸引 還參觀了彰化限定古蹟 地藏岸也是宇宙很有歷史故事的古廟 新年入港嵌端羊 活动很多 活动的主舞台就设在南道的水上 有玩满各式各样的小赤摊 都是用环布遮阳伞 很有特色很好看很有气质 不是那种耸耸的山材环布 没想到入港嵌整治的这么棒 水光练练无影飘飘很美 水质越很不错没有错位水很轻 有很多小鱼游游的期间散步半跑都很赞 这是晚上会大放一场的场景 可以从这桥底下通过 顾道水稿相伴 对我来说这里就是秘境 入港溪水岸狼道约有1.5公里 綠色植栽加上綠水稻園白橋很美 沿岸景觀設有廣場、地帶、清水步道 還有水中舞台等多元空間 這座白橋造型也很獨特 來上去看看 造型真的很特別 站在這裡看夕陽很不錯 可惜時間還早 沒有夕陽可看 鹿港溪就是有鹿港母親和居美親 鹿港摩魯巷是知名的景點 鹿港摩魯巷是知名的景點 一條小巷子不寬 無法兩人錯身相賞 如果剛好兩邊來了 只能側身閃人 一不小心就會碰到胸部 所以叫做摸魯巷 絕對不是有鹿可摸 別誤會 是端午節特別設置的氣球美景 大人小孩都很愛 華龍舟地點還要繼續往上移走 發現這裡的橋都很有設計感 不是那種很單調的橋面 電池注意安全 水道禁止游泳 汽水釣魚 有一些路的造型裝置 地上有許多燈光的電線 整片草皮晚上會發光 自己想像 這裡水變滿大的 要注意安全 水道兩排也都設置了燈具 夜景也會很美 這裡有一台龍舟花燈 晚上開燈 估計會很好看 這裡可以通往陸港榮山市 榮山市1647年 泉州與嶺分人來台 事奉於陸港的岸街 在那裡出建廟宇大友街 目前看到的 還是陸港席日的母親和 陸港溪1.5公里 整治完成的陸港溪 綠樹青草 小雨優有 很棒很美 小橋流水 立草如荫 環境優美 走過小橋 赤腳踏千 踩在清潤草皮 如地毯一般美妙 可以走耶 哇 很讚 這種路打赤腳來走 最舒服 真的想不到陸港溪整治的這麼美 雖然很漂亮 在山上 卻也保持著原始的感覺 有岸花明又一村 這裡是可以清水的 可以採水 可以玩水 這裡是鏡頭 設置很多燈 晚上也是很漂亮 這些水 退集後 流進剛剛走過的 陸港溪 這裡有一座木橋 很不錯 走過木橋看看 感覺很棒 會流的地方 蠻大的 這棵樹很早熟耶 牠這麼矮矮的 這麼小 扶到一個人的高度 牠竟然 化開靈子燦爛 你看 我人都還比牠高 哇 很早熟喔 你在這樣 開始懷疑 我到底有多久 沒奶病了 對 改變了這麼多 這裡感覺好像是亂神奔淚 其實是設計感十足的作品 這裡只是陸港溪的會流點 從這裡再走過來 很快就到福祿溪了 就快到大河 入港 福祿溪 福祿溪才是華龍舟的地方 福祿橋 這條就是福祿溪了 福祿溪的河面好大耶 所以可以華龍舟競賽 不過這裡沒有華龍舟 要再往上溫一些 這裡沒有在華龍舟 看不到華龍舟的地方 那我們就往回走了 這兩隻鹿身上有好多硬的東西 這兩隻鹿身上有好多硬的東西 連腦滿目 是不是就是陸港高品業做高品的用應 這是我的猜想啦 現在已經完了 華龍舟應該已經結束了 那我們就不再往華龍舟那邊走了 我們就走回去市區 陸港地藏王殿 陸港的地藏王殿就稱地藏庵 地藏庵山川本湖邊大北 停鼠不開 一年之中 只有中元節前夕 7月13日到7月15日 才會開啟湖邊大門 讓鬼門放假 離開公廟 只有放假兩天 便要消假歸眼 關上湖邊大門 廟王平時只開龍邊大門 供信眾進出參拜 中門平時也不開 可能是因為端午節的關係 今日中人有開 傳說地藏庵山建於清出 阿切無佐政的文獻 現存於陸港天后宮的重修宮碑有記載 嘉慶二十年重建天后宮史 的餘子撥款所建地藏庵 這裡有秦廣王 楚江王 宋帝王 五官王 元樓天子 農邊供奉的是前五店女樓 農邊偏店供奉雲倉地金 共有五雲倉 主店各式神像眾多 他我認識不足 無法一一介紹 湖邊偏店供奉 助生涼涼 湖邊另有供奉 後五店年樓 轉輪王 平等王 都市王 泰山王 變成王 地藏庵的後面 還有一塊小空丁 踏實當靠 書寫地藏文廟 這邊整理的文青幽頭 哇 自動皇子很涼快 長滿了九重格 很像阿嬤的高麗菜頭 回到入港西了 影片結束 謝謝收看 再見 掰掰 我們在錄裏 確認 摹底 大蒼 其實就是